六都房屋台北最老舊 平均屋林33年 外墙均裂 外觀被電線纏繞 墻壁嚴重回損 像這樣老舊社區的幾項 全台到處都可以建 根據內政部統計 全台建屋平均屋林為30.19年 最老最舊的正是台北市 平均屋林33.92年 哇哦 跟女生力一分一樣大呢 哇哦 他說雖然台北市現在 屋林在六都之中是第一老 但北市府老舊建築的 更新速度也是全國第一 而被說又老又重的高雄市 平均屋林30.24年 在六都之中排名第三 最年輕的是桃園市 屋林近25.13年 跟周董老婆坤林一樣年輕呢 若以全台縣市來看 平均屋林最老的是澎湖縣 已達40.57年 比我們的小天后蔡依林 還要鼓聲 我們社區有20年了 我們家沒有漏水 老舊 20年多少會老舊 其實都根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專家指出 一般住家經過50年後 建築結構會產生安全疑慮 建議還是要找專業土木 結構技師做調查檢測 我們下次見 在這裡